市長選戰似乎也悄悄開打 根據民調顯示 新北市長侯友宜滿意度高達了七成四 位居第一 不過衛福部長陳時中緊追在後 滿意度也有六成六 也讓外界解讀 如果陳時中假逐新北市長 恐怕就會成為侯友宜最大隱憂 加上陳時中網路的聲量 佔比是有八成三 居冠的 而侯友宜的聲量只有一成四 差距非常的大 對此侯友宜回應 民調和聲量呢 都是參考 誰來挑戰都需心借手 來到新北電競基地 新北市長侯友宜為小朋友 打造健康適能電競比賽 不僅有知名實況主統神PK站台 還有侯友宜 侄子 藝人納豆 搭配主持炒熱氣氛 我剛剛好像是對了三 他有一半的打擊 細心規劃為市政加分 尤其最新市政民調顯示 政治人物聲望侯友宜 以滿意度百分之七十四奪冠 但緊追在後的是衛福部長陳時中 滿意度也有百分之六 僅僅相差八個百分點 恐怕成了侯友宜爭取連任的最大勁敵 所有的民調對我們來講都是一種 給我們的 不管是鼓勵也好 批評也好 立委羅志正以及新北市議員何柏文則 皆有六千七百三十五筆 佔了百分之一點一 但王牌陳時中則有高達五十一萬三千五百三十七筆 佔了百分之八十三點一居冠 而侯友宜則有八萬三千五百四十一筆 僅佔了百分之十三點五 差距相當大 坦然回應沒有選舉意願 但新北市民進黨二零二二佈局重心之一 有黨徵召陳時中披上戰袍角逐也是不無可能 屆時兩人恐怕將在地方掀起一帆幾戰 我想地方的我們身為不管民意代表黨員 我們地方會全力以赴 二零二二年我們事實上應該會是最強的母雞 我們議員的選情 里長的選情之外 甚至很有外衣的效果 綠營基層看好王牌出征 但藍營也強調侯友宜 市政表現優秀更有外衣效果 能強力拉抬選情 二零二藍綠真新北 怡然聞到濃濃的眼硝味 記者 林俊尼可明選新北採訪報導